沒有鞋子 我對我的鞋櫃做得很誇張 來來來來來 很誇張 這是他一個人住的 他一個人住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AYL 歡迎觀看今天的60秒訪問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看 人區天安不及水綠碎綠的 由於彈珍珠 其實我們參觀了很多電影 所以我覺得是很難的 所以 是啊是啊是啊 我們的歌曲這樣很大 大家知道新大樓跟後鮮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項的賞戶 我是Ted 那我們今天邀請的特別來賓 欸 自我介紹一下 乒乓啦 之前我們做了一個裝潢的話題 乒乓啦 它是最近才賣房子 然後自己裝潢 它是從頭到尾 它有拍了一個它的 紀錄裝潢 全紀錄 我拍了十幾隻耶 15隻 手夠足的 大家想要了解 或是想要東省西省 但是又要高CP值的話 可以看我的頻道 全攻略好不好 欸 真的全攻略 把那些什麼東西中間壞掉啊 遇到那個公班的問題 全部都記錄進去了 就是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也有跟乒乓啦 我拍一次影片放在他的頻道 今天就是先簡單的開箱他的家 就是請他幫我們介紹 他的裝潢過程 心怒歷程 因為買了自己的房子 就會想要大造自己的夢想家 我們現在已經在裡面的一個部分了 應該是進來的時候主視覺的強命 這是我平常拍片的背景 可是其中一個背景 我特別規劃做拍片用 站在這邊這樣 這邊就剛好有一個其他 哇 就他現在變成貓跳台 因為我的貓很喜歡 牠很喜歡在上面 走 哇 就牠們會在上面做抖 當作其中一個人 牠不要動 我們說明看起來很像裝飾品 對 牠就很像我們適合在這裡面 我們買羊主 然後把它拼在一起 然後意外就可以變貓跳台 好啦 那我們先就進入開箱牠家的階段啦 GO 噹噹這邊是我們剛剛進來牠家的大門 那因為咧 牠可能沒有那麼想要讓大家找牠端 所以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對 不要告訴大家我之前拿 所以我們就不把外面拍給大家看了 大門進來的地方 這邊鞋櫃 鞋櫃嘛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我從之前的家搬過來 出門就會有飛機出國感 我超喜歡這個腳踏亮 每天出門都以為自己出國 對 身為一個愛旅遊的人 需要一個飛行版的腳踏點 然後我的鞋櫃藏在裡面 因為我鞋子有點多 所以我的鞋櫃做得很深很滿 哇塞 沒有放完但是 裡面還有 可以放前後 我怕放不下 我會把它做很深 很深 對啊 這邊全部都 這是牠一個人住 牠一個人住喔 這邊還好這益鞋鞋 因為我家裡都是客人玩 就是放拖鞋 還沒有放滿 你會直接設計一個小小的 擺鑰匙的 對 這裡還有一個小抽屜喔 我覺得這邊做得很方便 然後這邊多設計一個牆 特別有跟設計師說過 我想要很多的拍照背景 所以他就會把我很多地方做不同的區塊 工作需要啦 然後這一面是 這算是壁紙嗎 壁紙 文化石牆的壁紙 很逼真很逼真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 錢是可以從這邊去做一些節省的 對 那一樣可以塑造出的視覺的感覺 像上面很多地方都有埋畫鬼 過個一年或是冬天再換一個風格 我覺得家裡有很多這種東西蠻好的 是因為你就可以一直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看到你們這個燈是原本附的燈 對 它是那個 這很可愛耶 觸控式的 是嗎 我覺得這很方便耶 就是建商本來給 它是那個工業員 對對對 出門就按一下 適應給大家看一下 全按 全按 7月中 還沒到 然後這是主燈 就是一進門開就可以開 我覺得這蠻方便的 不過這個是要建商給才有的 自己家要給 又沒有辦法嗎 如果是舊屋改裝的話 要做這個好像 很麻煩 應該是稍微麻煩一點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耶 因為出門就可以一直關 至少你不會說忘記 哪一個浴室的燈沒關 那我好希望它可以跟冷氣結合 因為我超常忘記關冷氣 每次回來一看到很冷 我想說死定了 我在電費 不會不會 現在都變平式的氣啦 OK啦 這裡放了一個鏡子 這個超級大大 女生啦 女生一定要鏡子啊 出門要看一下 這鏡子很好笑 我本來設計師 要坐在這一面牆裡面 就砍入的 然後我那時候看圖 我就說一定很奇怪 後來他幫我借家具之後 借了一個鏡子 我就覺得這裡怎麼有鏡子 好像很好 然後我就把鏡子買下來 可是因為很多人出門的時候 會要找鏡子 對啊 覺得這很重要 這邊有個八台 這算是開放式的八台兼餐桌嗎 因為我本來想要有封道 但是我家太小放不下 可是妳的廚房在裡面 更勉強是另外一個呢 我有養貓 所以我想要把廚房 關起來貓才不會跑進去 然後我用美奈版 我覺得現在美奈版這個做得很好啊 仿大理石用美奈版 看起來像整片都是大理石 其實是啊 大理石很貴也買不起 他們又買不起 不會 可是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美奈版耶 因為它不會反光 然後也比較不會冷冷的 那我的設計師還說 妳是不是就特別喜歡便宜跟建材 啊這樣嗎 因為他問我大理石跟美奈版 我說我喜歡這個滑紋 然後他有一些建材就問我說 便宜的跟好的 我都會覺得便宜的比較好看 他就說妳好奇怪啊 不過是真的啦 現在有很多替代式的建材 而且都越做越好 這個真的滿好的 然後我這邊 這邊還有設計一個 放紅酒櫃 對 紅酒櫃 因為我很愛合得 我跟家裡朋友很多 然後我的吧檯的桌 座比較安 這個是一個什麼材質啊 杜炭 這應該是我這邊最貴的 對 這是貴的 這杜炭的材質可以增加整個質感 所以我的這個吧檯區最貴是這個 然後你會發現我的燈跟這個都淘寶賣 燈是多少錢這個燈 我記得這些燈買起來 台灣應該只能買一顆 但是靜漢質感有差了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現在的人要裝潢 可能要注意一個東西 是你可以不用想這個東西我要用多久 因為現在的東西替換太快 像我的家電跟很多我的家具什麼的 我都不會特別想說我要買一個超級貴 因為我要用一輩子 因為它如果壞了我就換新的就好啦 直接換新的 對阿 我覺得這個不錯 就是它都有在設計插座 這樣就可以在餐桌辦公 真的 煮火鍋 對 煮火鍋 用一些電池 對 我們這邊有兩個插頭 這邊可以煮火鍋 那邊也有插頭啊 因為我家沒有餐桌 我自己住嘛 然後我想說我最後朋友來 可能頂購兩個三個 家裡的家具很爽 我的餐椅子買三張 那這個椅子我也覺得很好 質感很好 它這椅子我覺得質感非常好 而且做起來也滿豬富的 是不是 這整張我們自己煮 而且自己煮 它送來的椅背跟椅架 全部翻開自己在變成什麼模式 然後它有點像 IKEA一樣它是要轉上去的 因為它這個鐵腳是很穩的 我九幾公斤 幫我測試過了 對 滿舒服的 這邊是我的客廳 終於要到客廳了 對 到客廳 我選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沙發 就是它是高椅背的 然後跟 就是它有這種小翅膀 很可愛 這個沙發是定做的嗎 不是 但是我有換貓抓鋪 因為我貓很愛抓 現在的那個貓抓鋪都很強 不太像 就是看起來就很像一般的 嗯 我想要有那種叢林度假感 所以我的客廳做了百葉窗 因為我想要採光很好 所以其實我平常是會全開 這個百葉是胖的百葉 粗百葉 嗯 但它其實是鋁的 也不是鋁的 它就是那種新材質的百葉 它不是木百葉 它是 比較好輕 然後比較輕 真的耶 比較便宜 所以這個是 它是用手這樣拉 就是用手拉 我覺得台灣很適合這種 因為台灣很潮濕 所以這個是那種新的材質 它就不會很快發霉 或是會變黃 喔 而且這不是拉起來的耶 我發現它這個是推的耶 它是推的 我是左右推的 我覺得它這個選的蠻好的 因為這個是可以幾乎全部蓋起來的 可是一般我們那種百葉是 會留一點點縫有沒有 它這個幾乎可以全部蓋起來 通常我們的百葉窗那種拉的 可能到這樣就緊繃了 它可以全貼 它可以全貼 真的 好 我的電視有裝這個 搖筆 對 這個很需要 因為小空間這樣你就會客廳看電視 然後我在這邊按摩也看電視 然後整個家看坐哪裡都可以 因為我接下來這邊要做工作室 然後我自己住之後 我要求一點就是我跟我設計師說 希望我的工作空間跟我客廳是開放的 有些人會問說會不會吵 可是我其實就是想要家裡有凝聚的感覺 我希望的是例如說我在這裡工作 我還可以看到有人在看電視 然後我們還可以偶爾講個話 然後加上這樣子空間會比較寬敞 所以它就是用一個很像電視牆的 就是電視牆兼櫃子 所以我這後面都是櫃子 是我的包包 對 我沒有辦法擺包包跟各種東西都藏在這裡 你家整住你而已 你知道嗎 我自己應該都放買 可是我這樣東西都可以收好啊 而且它這個設計啊 就是它沒有隔開 一進來的空間感覺很好 就是覺得 哇 欸 你家好大啊 在家很大 每個人進來都會以為我家很大 可是我現在屏住其實蠻小的 因為現在一般人家裡真的不會租到這麼多啦 然後我也沒有準備客房 我客人如果真的來 我就鋪墊子給阿設 或沙發怎麼打開給阿設就好 它家中貓有客房 我的包是最享受我家的 它的貓的那些東西都比它按摩還貴 沒有 這些東西都加起來比它沙發還貴 自動蠶食機啊 餵食機啊 給水機啊 什麼的 這個是牆壁啊 就是那個 凹進去的住室 在它裡面放我的運動跟潛水用 還多一個櫃子耶 沒有 就是因為它當初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凹進去 只好把它補起來 這也是落地窗 對 那這邊的落地窗跟那邊的落地窗 如果全部打開的話 欸 超亮 一天都不用開燈 真的 天黑前都不用開燈 對 全部的光線都是會進來的 嗯 我的家做了很多隱藏的設計 在我廁所在這邊 對 然後我這邊還有一間客房 現在一間廚倉室 就是都藏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 就不會覺得家裡有很多門 我覺得也有可能 是因為這樣設計 讓你覺得空間好像比較順 那個廚房也是一個很隱藏的 對啊 欸 這個廚房門很值得跟大家分享耶 我自從推的門 就是我可以煮完菜 你這樣子 噢 推推推推出來 就不用 兩面都可以推 它沒有說就是整種一邊啦 對 所以這邊打開過去就是廚房 就是廚房 然後廚房就都沒動 就是原本這樣子 我的紀念品們 這個 就是 很可愛 對 我出國唯一會買的紀念品就是這些 房間一進來滿特別的 它很像一個更衣室 就是兩邊全部都可以放滿衣服 上面我就可以放行李箱 因為我行李箱很多很常出國 然後旁邊這邊的櫃子也都是 行李箱跟我潛水的用具 這是我的洗手台間化妝牌 每一個抽屜都放滿 超誇張 然後我把洗手台放在外面 我覺得很好用 環形燈 對 黃美必備的燈 很厲害 哇這太厲害 你化妝的時候就會覺得 顏色比較準 這是貼磁磚耶 對磁磚 大理石紋磚 但是它不是石頭 對它是磁磚 然後我的浴室 我的浴室有重貼� 建商原本有給一個紀念品 就是客運那種黃色的 不是應該是像這種地板 也不是耶 它是給黃色的 然後我就全部重貼 貼磚板是原本的 建商給的 那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廁所是有動到的 我廁所對阿 我敲一半客房的空間 而且我真的到現在還是很滿意 把洗手台移出來這個 其實這個格局是很重要的 設計師幫你想的嗎 那種超久的主 我想很久 因為這個真的很難動 就是要身兼更衣室 然後我要很大的洗手台 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就變成 它這個規劃 我覺得我覺得一進來是更衣室 但是一邊是衛浴空間 另外一邊就是臥房空間 隱私很夠 它算是把這個三個主要的元素 都把它區隔得很完整 都門進來再轉過這裡 才會是我的睡覺的地方 臥房 對 然後這樣就看起來會是中間的 而且臥房採光也超好耶 我兩邊都有窗 它有個陽台 這樣子窗臉應該要很厚喔 我喜歡不遮光的 你習慣早起嗎 我不早起 可是 我不習慣早起 它不早起 可是我不會被太陽亮起 我那時候特別還有做窗臉的時候 我就說我不要遮光臉 因為如果全部遮黑的 我可能會剩15個小時吧 我就會都沒有行 你看我的貓 它們真的是超享受 第一碗貓 真的 而且我的床頭架我也覺得蠻特別 因為我旁邊不夠放床頭櫃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那種置物層架把它訂上去 鎮成像床頭櫃的 也是蠻有創意的 不一定要放床頭櫃 因為多放個櫃子也不會放什麼 可是很佔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 一個不同的空間 應該是說睡覺的地方就是很單純睡覺的地方 也不會看到廁所 不會看到更衣室都不會 這樣睡眠品質其實會比較好 真的 比較有飲食 甚至有時候有朋友來在外面洗手啊聊天什麼的 我台裡面剛起床我還是可以跟他聊天 就不會一打開門覺得 欸你怎麼還躺在床上睡覺 欸超好的 來他們家都喝氣泡水 PC號滿便宜 高級部落客的家你知道嗎 他說沒有一般的水可以喝 有啦 他覺得喝這個才有配合他的氣 好啦 就是我們剛剛開箱完冰凹凹他的家 很多東西可能我們一下子講不完啦 真的還是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15集的裝潢 想要問說你大部分的東西都去哪裡買 用很多這些小東西啊裝飾品啊 買超多 然後因為我本來就很愛逛 很愛買東西 所以淘寶逛很多 然後那個生活工廠啊 HOLA大創H&M H&M的那個家室很厲害 可是那個是在店面就有還是有 有實體店面在那個什麼 微風風高 微風風高 樓上的這些圈 那一整層 有一半都是家室 像我的地毯就是打折初清的時候買的 600塊 然後它還會有很多抱枕啊杯子啊 像這個也是450塊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有事每次就去逛那種家室店 生活工廠也很好逛 台灣現在很多家室都很厲害 而且也不輸淘寶 因為淘寶你看不到實體 可是你台灣家室可能貴個一點點 50塊100塊質感好很多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喜歡布置家裡的話 就可以再從房子簽約開始購 你不能再買房錢買 買房錢買你家裡會堆一大堆雜物 你說去最多的是淘寶嗎 我淘寶買最多 然後HOLA 生活工廠 現在生活工廠越來越好逛耶 真的嗎?所以它也挖得到一些好東西 而且很常打折 它就有很多特價的東西 喔 生活工廠 還有H&M的家室 這幾個真的超級好逛 好啦 那我們今天謝謝秉蓬拉的分享 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好像沒有 太多要講的了啦 可以去看我的頻道 因為女生對這些東西是比較有興趣 而且會想的比較細膩的 真的多參考多看 感謝今天秉蓬拉跟我們的合作 那我們在她的頻道 也有拍另外一支影片 歡迎大家去看 最後喜歡我們的頻道 還是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還有訂閱喔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